你知道为啥古人长期贵座没有罗雀腿 但日本人群单索拿铁呢 华厦古人将贵座视为传统坐姿 不仅其间端装天空的仪态 还有一种大气的美丽 但做久了难免 脚马 快脚马 脚马呀 妈妈 不是脚马啊 于是老土宗发明了贵座的神器之种 贵座时将其放在臀部下方 另脚架口缓解压力 实在是 居家旅行 长期贵座 必备好物 那你炒作作业了